欢迎收看第211期北京不静音 在聊到中国的事情的时候啊 有这么一种观点 就是对于中国人的一个形容 就说中国那片土地呢 几千年来 一直在轮回 那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呢 一直被欺压 那活得呢非常的贫苦 即便呢跟世界其他文明 横向比较来说 那么 历史上啊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准 也是偏低的 那么好像呢 就是上层的这个统治者呢 可以任意的啊 去欺压这个老百姓 除非到饿死人的地步 从几千年来看呢 也只有一些零星的 揭竿而起的事情 好像中国人就是奴性特别重啊 思想上没有追求 就是逆来顺受的 接受了这种苦难 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从一个大的统计学上来看 或者说从宏观叙事的角度来看 是这样啊 但是呢 如果你能够下降到这个个体的层级 去了解每一个苦难的人 他都是有原因的 就是他为什么不能够想明白 这个苦难是谁带给他的 为什么他不能想明白 如何才能彻底的摆脱这个苦难 包括自己这一代 包括自己的子孙 怎么才能摆脱这个 他为什么想不明白 这你只能下降到一个个个体层级 才能看明白这些事情 还有人说呢 就是中国人把这个苦难修成了一门艺术 那这句话我是不爱听的 因为艺术是什么意思 是人类的创造性的表达 你不能说苦难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 就是中共老说的 没有困难 制造困难也要上 这是纯粹的有病 对吧 你不能说我要制造一个苦难啊 我还要去享受他 我还要歌颂他 我还要感恩他 真的是纯粹的有病 所以今天呢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我这两天看到的 在墙内非常的火 那只要出现就会被删除 只要出现就会被删除 我现在搞到了一份 叫如此打工三十年 这个大家可能听到过 那么我呢 会一会儿啊 我会把这篇文章 从头到尾给大家念一遍 这里边聚焦了一个 这个农民工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的人数不少啊 包括他们的这个孩子 这一代几亿人的一个群体 其实这个群体 是中国现在超级不稳定的 一个群体 也是习近平非常头疼的 一个群体啊 也可能是后面会 中国大乱的一个 触发点的这么一个群体 我们这篇文章呢 他写的非常的好啊 所以我想给大家念一遍 我呢 当时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 我是落泪了啊 然后所以呢 我现在要调动情绪啊 我再念一遍 如果你已经看过这个文章了 那你就关了就可以了啊 后边我就是念这个文章了 如果你没有看过呢 我给大家好好念一下 里面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都分析到 我们可以去下降一下 我们不要老去讲一些宏观叙事 我们下降到一个 他们这个层级 因为这个层级的人 是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很多人是不关注他的 我曾经跟一个我的一个长辈聊天 就是说到中国农村这些问题 他没有意识啊 他生活在北京 他就说没有啊 我平时开车出去去个 他其实就是去郊外去踏青去玩去 你知道吧 然后呢 他他就说 哎 农村现在建设挺好的 你就没法聊 因为他的 他就不认识什么农民工啊 我们其实真正的 你你生活中认识的 所谓的农民工 可能就是你小区的某一个保安啊 或者某一个保洁 他是从农村来的 你就认识这么一两个农民工 对于他的生活 他他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他就说如果没有这份工作 他怎么去养活自己 他回到农村之后 他的养老问题怎么办 所有人其实都不了解这些事情 那这篇文章写得很清楚 所有人呢 也不关心这些事情 你想想 几亿人的一个群体 你你生活在中国 你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 深入的接触过啊 不是说那种 你在工地上看到他 就是你没有深入的了解过 这几亿人的一个生存状态 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通过这篇文章 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好 我们开始啊 有这么一个标题啊 叫进城打工三十多年 最后好像和一直在村里的人 也没什么差别 个人奋斗有用吗 在发了2500份问卷 访谈了200人之后 调研最终显示 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的处境 决定命运的主要是社会因素 我家小区的宝杰老赵 来北京打工了23年 60岁时却没法退休 他未来的养老金 每月只有100多元 因此打算打工到70岁为止 他这代农民工 也是我国第一代农民工 生于70年代前 在八九十年代进城打工 不少人务工超过30年 但这8600万余人 到晚年情况和老赵大致相同 老赵是河南驻马店人 2000年来到北京 那年他32岁 看过门做过绿化 2007年来到我们小区做保安 如此又过了10年 49岁了 还没攒够钱结婚 一个人住在冬天没暖气 夏天潮湿发霉的10平米地下室 我知道这些 是因为我当时在报社实习 需要出一篇农民工的稿子 而老赵是离我最近的农民工 后面这是老赵的话 他说 我七年没有休假 一天工作十小时 一个月2700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情况 大家都是这样的 临走他叮嘱 这几句话你千万不能删 不止这几句话 关于老赵的整个部分都被删掉了 原因是负能量 老赵不符合我们对于农民工生活的美好愿景 但这个人群的实际处境比我们能想到的还要更糟 安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他们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 他们都打工超过15年 但到了晚年 一半以上的存款还不到5万元 他们挣到钱都寄回家里 供孩子上学 但结果下一代阶层跨越不到20% 我们更容易忽视的一点是 他们既是工人 也是老人 他们在本该退休的年纪 不得不继续努力 但结果是 他们既得不到老年生活所承诺他们的 譬如天伦之乐和医疗保障 也得不到工人应有的回报和尊严 1993到2005 全国城镇职工的月工资提高了1260元 而农民工的增长幅度是68元 他们并非不努力 但调研最终显示 努力并不能真正改变命运 裘凤仙最后用社会脆弱性 来描述他们的处境 即这是一个时代性问题 深受社会排斥性政策的影响 远非个人能决定 他们的困境和今天很多人 面临的困境惊人的相似 这或许是一个社会中 弱者们常见的命运 现实中的老赵 已经整整两年 没有领到过一分钱工资了 四年后 小区取消了保安岗位 于是他就转去做保洁 不料又过三个月 保洁岗位也不给发钱了 老赵仍然在坚持 给小区做保洁 他每天早六点来清理两个垃圾桶 七点垃圾站开门时 永远第一个到 然后回去清扫六栋楼 为了挣出吃饭钱 收垃圾时 他自己分类去卖废品 每月能卖出六百多元 老赵说 你可以不做 但以前的钱 他都不给你 咋整呢 他说要好到拿回工资 他不是没考虑过劳动仲裁 那是在他没领到工资的 第二十一个月 但他不知道 仲裁需要合同 而这份14年的工作 从来都没有劳动合同 因此这份工作的状态 处在一个薛定恶猫的状态 如果最后他能领到工资 他就是 如果领不到 那就不是 但在老赵眼里 这个工作仍然来之不易 因为他已经55岁了 在劳务市场 这个年龄只能去做 更不稳定的日节工 由于清退令的出台 他即将连去工地搬砖 也失去资格 政策严禁60岁以上的农民工 再进入工地 老赵不是孤立 站在60岁前后这个坎上 好多农民工为了能有份工作 想尽了办法 为了在上海工地找一份工作 一位64岁的农民工 办了张假身份证 把年龄改小7岁 结果刚上两天 就在检查时被抓获 他被罚500元 拘留了一天 也是在上海 一位49岁的保洁员想跳槽 但总因年龄被拒 他也花300元 办假证 把年龄改小11岁 最后被行政拘留5天 即便工作难找 即便冒风险 第一代农民工 大都不打算退休 接受调研的农民工里 76.1%决定 60岁以后 继续在城市里打工 他们并不具备 退休享福的条件 城市里的老人 有养老金保底 平均每月3000元 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里 这个数字不到300元 即便如此微薄 也只有65%的人可以领到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在年轻时顾不上考虑晚年 只能把工资用在当下 2009年养老金政策出台 35%的人不相信 或不理解这项政策 如何与自己的未来有关 于是没有参保 他们60岁后 只能领基础养老金 每月仅100多元 参保的人也很少能搞明白 养老金是多缴多得的 一位45岁工人 已缴了11年养老金 但其实一直按低档缴费 60岁后 每月只能领195元 他在得知这个数字后问 这有什么用 第二句是 我交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一个月就拿这么点钱 为了领到较高的养老金 所谓较高的养老金 就是每月6到700元 一位女工 需要在60岁时 一次性补齐此前15年的保险费 共8万元 她凑不出这笔钱 她每月只挣几千元 都让我将养老保险 我吃什么呢 她决定放弃 继续做还位工人 这些农民工也没什么存款 接受调研的人里 接近一半 41.22% 打工超过20年 但是超过一半 就是55.2%的人 存款不到5万元 他们只能继续工作 但市场和政策限制 却让他们随年龄增长 越来越挣不到钱 50来岁的农民工 还可以在建筑工地上 找到日薪300元的活 虽然一天不能做 有人喊一声 让拎水泥 拎泥桶 搬木头 就要立刻去帮忙 很多人还会自愿 加班多挣些钱 一位山东56岁的工人 最多一天干14小时 有时加班一整夜 第二天白天还能继续干 当年纪超过60岁 他们连挣这份辛苦钱 也失去资格 近两年各地出台清退令 严禁60岁以上的农民工 再进入建筑工地 他们只能转去做绿化 保洁 仓库管理员 薪水不到工地上的三分之一 再超过70岁 他们在城市 积无生路了 一位农民工71岁 被迫回乡 在村里帮忙盖房子 工钱一天 100元 75岁时 一家劳务中介 下乡招保洁员 工资一天 110元 虽然只多10元 他还是去了 69岁的老伴 刚做完胆结石手术三个月 好在也能干活 两人收入加一起 就有200多元 从此他带着老伴 每天早6点 坐一小时车进城 到一处工地上 倒垃圾扫地 下午4点 再坐车回乡 一周干7天 他说 能动是福气 不能动就可怜了 第一代农民工 大多在80年中期 90年代初 进城打工 他们最能挣钱的 青壮年时代 恰好是城市发展 最快的30年 但时代红利 为什么没给他们 带来好处 他们打工半辈子 为什么还是 没能存下钱 我们来看看 这三四十年间 发生了什么 我插一句 就是 我们经常说 很多人 有些甚至粉红 他们会非常羡慕 羡慕自豪 中国这三四十年的 一个改革开放 的快速发展 这种基建 包括生活便利上 整个生活水平的提升 但是我一直说 所有的这一切 从房地产到基建 那你高速 高铁 机场 这些东西修得很新 对吧 然后你这些 生活上的便利 很多东西的改善 所有这一切 都是在透支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 你没有办法 去长久的维持下去 你过去二三十年 可能享受到了 这样的红利 在城市里生活的人 或者一些中产阶级的人 或者一些更富有的人 但是后面 是要还这个账的 我们今天这些文章里的 这些农民工 就是所付出的代价 他们就是代价 所以他们的问题 包括他们的孩子 这总共加在一起 这几亿人的问题 马上就是一个巨大的雷 这是所有中国生活在城市的人 你要付的代价 你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你不能够再蒙起眼睛 假装看不见 农村人的这些问题了 我们接着往下念啊 我们来看看 这三四十年间发生了什么 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 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 在1989年 创造了第一次民工潮 同年各地开始清退农民工 1990年 北京要求清退25万人 所有单位企业 都要每月填表报进度 那时民工潮冲击了城市管理 同时城市正面临下岗潮 城里人也要再就业 农民工成了城市的麻烦 三四年后 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 城市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 他们又被允许进城了 两三年后 他们再一次遭清退 因为城市又面临大规模下岗 但他们不懂政策 不知道自己被清退过 只知道有天被开服后 就很难再找到活 一位89年开始 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记得 找不到活 他就在桥栋住了一个月 自己带被子 90年代末到20年代初 城市对农民工 可以参与的工种也有限制 在上海 全市三类工作中 只有一类允许考虑 使用外地劳动力 前提是招不满本地人 在北京 全市八个行业 103个工种 都不许雇佣外地劳动力 在青岛 市属企业 每招一个外地人 还要交50块钱 他们甚至无法像 后来的农民工那样 进入工厂做流水线 但是其实很多工厂也仅限本地户籍 他们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愿意干的 建筑业和人力装卸 这些活很多是黑工 他们中21%遭遇过欠薪等权益侵害 涨薪更无从提起 在改革带来红利的12年 1993到2005 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 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 而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提高了1260元 考虑到通货膨胀 相当于他们在黄金年龄段 一直被降薪 第一代农民工的遭遇 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 但他们总是处在被动之中 城市需要了就吸纳他们 不需要了就清退他们 他们在自己的青壮年时期 始终无法连续稳定的工作 一直在城乡间来回摇摆 近20年来 挣钱的机会多了 但他们也老了 竞争不过年轻人 同时他们还要负担孩子的教育 房子 婚礼 仅存的一点钱也要掏空了 也不能说老赵一无所有 他在北京打工23年 存了20万 高于调研中90%的人 但这基于一个特殊原因 与多数采访者不同 老赵没有子女 所以他就存下这个钱了 第一代农民工花钱最多的排序 第一名 基本都是子女的婚姻和教育 所以很多人在评论这些中国人的时候 就说中国人什么 不去看未来啊 不去支持这个子女的教育啊 不去想怎么让子女去能够跳出这个 其实也不是 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也把钱都花给子女了 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摆脱他们这一代人的那种命运 但是命运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无常的在轮回 我们接着让他念啊 在北方农村 孩子结婚的开销在30到50万 儿子结婚这一年 一位农民工全年打工收入7万元 支出却高达32万元 他不得不借钱 事后他们再还全部的债 因为女方通常要求婚后不还债 安徽一对夫妇有三个儿子 为前两个结婚以耗尽存款 也无钱可借了 只好给三媳妇打借条 打欠条 许诺盖房钱 此后夫妻俩一起外出捡破烂 十年没回家 只源源不断的给小儿子汇钱 他们的孩子会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孙辈会努力成为城市人 但第一代农民工还在坚持为家庭输血 2009年的一项调研显示 在广东 65%到70%的新生代农民工 把收入用于个人消费 但80%到90%的第一代农民工 还在把工资汇回家 为了能稳定供给家庭 第一代农民工会主动放弃 个人发展的机会 比如先投些钱 就可能做个小包工头 但是因为他们不敢冒险 怕失败了会倾家荡产 他们也会放弃为自己储蓄 要到60岁完成对子代的任务了 才开始为自己攒钱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想让他们不再重复打工的命运 但结果他们的孩子大部分 出高中就辍学了 读到大专辑以上的不到20% 63.5%的孩子成为了下一代农民工 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仅5.1% 自己创业的仅2.9% 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应 他们的孩子或许可以被称为第一代留守儿童 这两代人都没有什么选择 父母为了生计只能外出务工 孩子也不得不留守农村 访谈中聊到孩子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说自己认了命 孩子不是读书的料 研究显示 由于缺乏父母的引导和情感支持 留守儿童在学业上处于劣势 一项基于3500人的调研显示 比起同龄人 留守儿童长大后 更难适应高强度的异化劳动 在深圳 干一天玩三天的三河大神 过着一种三抛的生活 什么是三抛呢 就是抛弃家庭 抛弃社会 最后抛弃自己 他们中很多都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 这就像一种循环 他们的孩子在生孩子之后 也进入了父辈的模式 很多人为孩子上学 在县城买房 但自己又只能在大城市打工 于是孩子又成为了 又成为了又一代的留守儿童 一位农民工A 曾尝试打破这种循环 他1989年到上海干工地 91年孩子出生 为避免留守 他让孩子小学二年级就到上海来上学 每年5000元的戒毒费 抵普通人家三四个小孩 教完就攒不下一点钱 但在孩子初二时 他得知外地户籍不能在上海 中高考 他只好让孩子又回到了老家 最开始他觉得六七年的上海生活 还是让孩子和老家的同龄人不一样 但这种区别没能维持多久 他自己在家没人管 学的好坏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后来大专毕业 去长州打工 再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个家庭的第三代 又被送回安徽农村留守 所以我们就看到 他是没有办法挣脱这种循环的 就即便他有意识到说 我应该用一些 跳出这个轮回 想一些办法去改变我的孩子的命运 他也做了一个努力 但是他会被这个社会 这个环境无情的 打回到这个原型之中 因为那些年交了戒毒费 A没有存款 没买房 2020年疫情爆发后回到家乡 临走时最后一份工 还欠他四万元不给 他也不懂养老保险要多缴多得 将来每月只能领200多元 访谈时他56岁 在五湖开了一个小门脸 收垃圾 他说 自己打工了三十多年 但最后好像和那些 一直在村里的人 也没什么差别 第一代农民工中 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了 他们面临所有老年人 共同的看病问题 不同于城市老年人 日常出入医院开药 他们极少看病 一位无胡的大厦保洁员 为了看病失去了工作 他只请了一天假 等回去工作时 公司就不要他了 说有人顶上了 从此他再不敢请病假 64岁 腿脚不变 每天要负责 把六层楼拖两遍 还要做其他区域的保洁 他预约工资 1800元 访谈时 他正在拖地 每拖一层 都要停下来喘气 但他说没办法 只要不是当时要命的病 他都会拖到年底 回家才去看 调研中 对于最担心的问题 61.4%的 第一代农民工认为 是身体健康 但是 就是他们知道 身体健康对他们最重要 但是仅有35% 曾参加过体检 63.4%的 在物工地的城市 他们看病 看过多少次呢 零次 58%的人 能忍则忍 仅有11.8% 选择去当地大医院看病 在第一代农民工 外出务工的八九十年代 农村还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看病是裸奔状态 多数人不愿把辛苦 挣来的钱用于医疗 2010年 新农合 就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基本覆盖全国 但不能异地携带 他们打工时生了病 必须先回户籍所在地的医院 确认不能诊治 再办这个转诊手续 再回到打工地看病 才能报销 但还要自己先垫钱 这就是新农合干的事 他们看病要么自费 要么回老家报销 还要承担路费 时间成本 失业的风险 当问到对新农合的态度 他们中一半以上选择满意 说这很好了 从前看病都不给报销 他们只跟过去的自己比 却不会横向比 因为他们不知道 城市里医疗报销比例有多高 无论病痛还是看病难 他们都选择忍受 职业伤害给他们造成的腰酸背痛 远比城市老人更严重 但他们不会像城市老人一样 去做按摩 理疗 针灸 他们只忍着 最多贴个虎皮膏药 他们认为去医院没用 因为没法遵医嘱 一位50多岁的女工 因长期干活 手腕形成囊肿后 不能弯曲 还很疼 医生建议她回家休息 说这就是干活累的 不能再干了 可是她觉得不让她干活 她就没法活呀 问题随时间不断累积 到晚年 他们看上去普遍比 实际年龄老十多岁 身体各部位疼痛 一些人还患有工作环境 污染引起的肺沉病 红斑狼疮 相比工作超过十年的人 工作不到五年的人 自凭健康的概率高44.7% 即打工越久 身体可能越差 一位农民工年轻时 做的是扛包的工作 一个大包一百多斤 扛一个挣十块钱 她一天要扛十几个 不时闪到腰 疼得直溜汗 访谈时她54岁 已直不起腰 胳膊也抬不高了 医院诊断是肌肉劳损 另一位做了很多年 产水泥的工作 昼夜都结单 天天被水泥呛得咳嗽 50岁 她开始不时感觉 喘不上气 但没去看病 也不请假 自己歇歇就能干了 这是她的话 几年后越喘越厉害 到医院确诊了肺气肿 访谈时她57岁 一走路就喘得厉害 走几步就要歇歇 返乡在家 什么都不能干了 听说这个病 哪里也治不好 她就不治了 只天天吃消炎药 还是孩子 在淘宝上给买的 实在憋得不行了 我就去医院 掉两天水 囚凤仙觉得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 城市留给他们 最深的痕迹 可能就是健康问题 他们带着一身伤病 回到乡村 回到那个原点 但那个原点 已经不是当时 那个原点了 一些词语 经常被用来形容 第一代农民工群体 就是什么呢 小农意识 我们很多人也会去批评 中国那些农村人 是什么小农意识 穷人思维 似乎他们是被自己的头脑 限制住了 无法过上更好的生活 他们可能确实缺乏 魄力和开拓性 不敢投资 把握不住机会 但这并不是他们 生活艰辛的原因 而是结果 他们没有存款 没有保险 也没有家庭的支持 自然不愿冒险 裘凤仙觉得 是社会排斥 造成了他们 没有抗风险能力 却把责任 转嫁给农民自身 在调研之前 裘凤仙曾预设 这些农民工的命运 和社会因素 个人因素都有关 经过问卷和访谈 他发现 这些人的个人情况 都差不多 绝大多数人 初中都没有读完 83.85% 也没学过什么技能 67.4% 家里贫困到 没钱支持他们 在城里摆摊 也没有人脉 他们并非不努力 直到60岁退休年龄之后 他们依然谋求 打工的机会 工地进不去 他们就去做日结工 凌晨4点在路边 等招工的面包车 但是努力好像是无用的 裘凤仙最后在报告中 用社会脆弱性 来描述他们面临的困境 及他们的处境 和未来是一个 时代性问题 深受社会政策的 排斥性影响 不是个人能决定 他们是被遗忘的一代人 人们很难真的理解 第一代农民工的处境 裘凤仙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 要给农村老人 多提供好的工作机会 一位专家批评他 说他没有人文情怀 认为应该让老人休息 裘凤仙觉得 这其实是不了解农村 不让他们工作 谁来负担他们的生活开支呢 他们没有意识和能力 为自己发声 争取权利 他们没有学历 不会运用媒体 只会忍受 访谈中他们很少抱怨累 只会说 哪有活不累呢 身体坏了 他们也觉得正常 他们会说 一辈子干活 怎么可能还有好身体呢 问他们将来有什么打算 他们都说 看世道走 意思是看这个时代会怎么发展 最后 他们默默回到家乡 这个裘凤仙呢 1979年生 父亲哥哥妹妹都外出打过工 他自己说 他说我要是出去 我就是第一代农民工 后来他成了家里唯一上大学的人 他的妹妹比他小几岁 16岁外出打工 挣钱给他交学费 03年 邱凤仙大学毕业 去上海一个工地 看妹妹和妹夫 工地上没有夫妻房 他们俩和十来个人一起住一个大工棚 只用木板 隔出一个单独的房间 成为学者后 他本能的想关注第一代农民工 开始调研后 他发现他们很渴望倾诉 只要问了一个人 马上会有一堆人围上来 大家七嘴八舌 他甚至很难单独跟一个人访谈 他们讲自己找不到工作 没钱回家 要么再加上家人生病 问题几乎都一样 他们说这些事没法和家人讲 没出来的亲人听不懂 也没法跟工友讲 总换地方打工 其实很难有朋友 他们更不可能跟城里人讲 尽管这些人真正有替他们发生的渠道 一位农民工常年在工地 那其实是个和城市隔绝的封闭空间 他说一直不清楚 城里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最近刷抖音才看见 他们也确实正在一步步离开我们的视野 从我们虽不熟悉 但尚有概念的工地 渐渐退到我们更不会看到想到的地方 他们也许会退到你的小区 或楼道的地 擦电梯 也可能退到你工作的大厦旁 平整楼前的草地 浇花草 但你每天进进出出也不会留意到他们 你甚至不会像路过工地时一样 好歹能联想起他们共同的身份 他们老去后 像是一块 石头 被碾成碎渣 又被风吹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于是你不再能看到石头 裘凤仙曾悲观地想 农民工老去后 怎么办 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城市人的头脑 一个人是农村人 老了就回到农村 似乎是天经地义 只有细究了他们的每一点付出和代价 才会想到 他们和城市人一样 在城市工作一生 最后却一无所有 这并不正常 这就是中国 我觉得如果有粉红听到我这期节目 你再去觉得自豪 羡慕这个你的祖国的发展的时候 你想一想代价是什么 几亿人的这些农民工和他的这些子孙们 他们在过着一种完全的不正常的生活 而且是一代又一代 他们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挣脱出来 我真的希望 所有的这些处境啊 他们的这些困境 可以有一天啊 能够 不能说完全解决吧 能够去改善 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跳出中共的那一套 宏观的叙事 什么中国梦啊 什么伟大复兴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 跳出这一切 习近平不是在最新的讲话里 讲了12个什么中国 这个中国 那不要讲这些东西 每一个中国人 对吧 他先是人 他才是中国人 他能不能像一个人那样 有尊严的活着 有保障的活着 有安全的活着 能健康的活着 像个人一样 活着像个人一样 这是最重要 好吧 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收看 订阅 点赞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